要想找到如珍珠般的,宝石般的伙伴,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? 在经营爱多美食,您可能会遭遇到几十甚至几百种困难。 今天有今天的困难,明天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困难,会有无数的艰难险阻。 这就是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,成功是不可能属于所有人的。 那么成功会属于怎样的人呢?会属于那些勇于面对无数的艰难险阻,并且每次都能下决心将其克服的人。 只有怀着这种心理准备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成功者。 但如果您遇到了一位您并不喜欢的伙伴,您开始抱怨,怎么这种人就让我赶上了? 您恐怕就会落入失败的深渊中了。 各位,您周围一定有您不太喜欢的人吧? 有的人不喜欢他们的推荐人,有的人不喜欢他们的伙伴。 甚至,还有人为此找别的团队。 然而这样的人,无论走到哪里,终究会遇到他们不喜欢的人。 正因为如此,请您不要回避您当前所遇到的困难。 无论您遇到了什么难题,都要有解决他的决心和勇气,以及非要攻克他不可的理由。 能够这样想,才是最重要的。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珍珠的。 如果所有的贝壳里面都有珍珠的话, 那么珍珠就一点都不珍贵了。 天然珍珠靠也要靠人来发现。 那么要怎样才能发现天然珍珠呢? 一种方法就是,打开所有的贝壳来看。 你潜入海中,把贝壳都装进篮子里。 然后,一个一个地打开来看。 你才能知道哪个贝壳里面藏着珍珠。 那么要想找到珍珠般的,宝石般的伙伴,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? 那就是把更多的人带进来,观察他们的工作情况。 那如果他们不是珍珠怎么办? 那您就扔掉吧。 为什么扔掉也没问题呢? 海洋很广阔,贝壳也有很多。 什么意思呢? 世界很大,人也很多。 我们向人推荐爱多美事业。 某一个人不行的话,再推荐另一个人就好。 这样做下去,总会有珍珠出现的。 您要想着,每个贝壳里都可能藏着珍珠,并且精心地打开查看才行。 但如果您不精心,只是草草地打开看一下,就很可能会扔掉藏着珍珠的贝壳了。 所以大家才要对所有人都做到最好,要对所有人都尽心尽力。 传达的人多了。 其中,总会有珍珠出现的。 这么想,准没错的。 当我初创爱多美的时候,只带着四名伙伴。 为了让这四名伙伴加入爱多美,我给250个人打电话,打了三个月。 还在这三个月内不断地和他们见面,最终才把这四个人找了出来。 在这期间,也有不少人来了又走。 然而,就靠这四个人,爱多美有了1500万名会员。 行业就是这样,来的人多,走的人也多。 但成功者有什么特点呢? 成功者也并非没有离开的伙伴。 只要加入的人比离开的人多,这便是成功者了。 这才是正解。 那些离开的人,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富翁的。 离开爱多美的人,去别的地方就能发财了吗? 他们想去,就让他们去好了。 为什么要在他们身上白费口舌呢? 留下的人中,才会有许多人成为富翁。 所以,尽管有人走,我们还是要留下来啊。 对于一些来了又走的人,您可能会感到遗憾,想着,如果能和他一起做爱多美就好了。 但他离开的原因可能仅仅是有个地方更适合他。 有些人就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,但也会有一些人在尝试过后,觉得这个行业终究是不是适合自己。 就比如说踢足球。 踢过几次球的人,都会成为足球运动员吗? 不是的。 踢过球的人之中,会有人觉得足球很有趣。 甚至有人成为了足球运动员,但更多的人在踢了两脚球后,发觉自己并不能成为足球运动员。 爱多美事业也是如此。 难道来到爱多美的人,百分之百都适应爱多美事业,百分之百都能走上成功之路吗? 不是的。 各位,就算不适合做爱多美的人离开了, 我们还是要留下来继续在成功之路上勇往无前。 现实与您的梦想之间是有差距的对吧? 而克服这种差距,需要的是勇气。 您的周围可能会有人指责您。 而您需要鼓起勇气,去克服它。 大家最好带着一种从容的心态,来对待这份事业。 但有一点很关键,对于那些决心和您一起走到最后的人, 请您精诚地,竭尽全力地,让他们成为成功者。 各位,只要怀揣这样的想法,就可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